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出去的那个样品 那个螺丝钉 那个包螺丝钉 那个塑料袋 一看就不好 你穿什么都没有用 德国人特别务实 这个地方是他们非常强调的 跟美国人出去晚上喝酒 搂到他喝啤酒 不是表示这个就是哥们 明天打官腔一样的打 因为他们把交情跟工作是分开的 所以你跟这些外国人弄久了你就会发现 晚上请他们出去吃饭 有的时候是一种多余 晚上带他去桑拿 他认为你有问题 我再提醒你最后一件事情 你跟欧美人做生意 千万有句话 千万不要讲 Mr.Davidson 我做这些生意是不赚钱的 我是为了你 我都不赚钱了 这句话千万不要讲 你不讲还好 你这一讲 这个订单就没有了 因为全世界没有不赚钱的人 你这个话一讲 你猜他听起来是什么 这家伙一定会搞我的品质 一定偷工减料 怎么可能不赚钱呢 你要告诉他 Mr.Davidson 这批货本来我的毛利率是7% 那么为了我们以后的想法 我想这次我自动的把它降到3% 所以我的几率率可能是1.2% 维持一个基本的开刷 我想也就可以了 他会说 嗯 good 他反而会把订单给你 千万不要在欧美人的面前说 我一点钱都不赚 中文听到这样讲说 够意思 但在外国认为说 有问题 有问题 这就证明沟通的时候多了解了解多国文化是很必要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简单的讲一讲吧 我曾经给上海汽车上过一个课 叫做多国文化 从早上一直讲到校 讲八个国家 因为上海汽车常常跟老外在一起谈生意 所以他们希望我把八个重要的国家 包含韩国 他们做事的习惯 风土 人情 吃饭 讲话的习惯 多跟他们讲一讲 还好我走过的国家蛮多的 做过的事情也蛮多的 我就把我的经验讲给他们听 这就叫做沟通的时候 了解了解不同的国家 大家的文化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现在回来再看看我们另外的重点 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题目 注意我最后一句话 当你跟外国人在一起沟通 学到很多经验的时候 你应该把你该学习的地方尽量学起来 每个国家都有好的文化跟不好的文化 美国人也有那个莫比奇妙的部分 所以我们那种地方就不要学 值得学的地方尽量把它学 所以我就发现日本人那种只有团队奖金 没有个别奖金 其实是一个可以值得学的地方 我发现一个公司如果常常把英雄的照片贴在墙上 很容易让这个公司只有几个人做得特别的好 其他的人就混日子 但是日本人是一给奖金就全体都给 一不给就通通都没有 就使得大家一直要把这个团体弄好 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不愿意完全抄袭 所以我们公司是这样子做的 我们公司的薪水是个基本性 叫做basic salary 就是按照你的条件来给你的薪水 这个基本性的上面我们公司有四块 其中一块叫做个人奖金 另外一块叫做团队奖金 还有一块叫做后勤奖金 另外再一块叫做特别奖金 所以我们公司上面有四块 就在个人奖金 团队奖金 后勤奖金跟特别奖金 什么叫做后勤奖金 就是财务 仓储 物料 还有警卫都有奖金 只是百分比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一个成功的公司是每个部门都要努力的 结果很多公司都喜欢把奖金给业务 这样子叫做委屈了后勤 所以难怪很多公司的后勤都不努力 我跟你讲 一个后勤如果一旦不努力 业务员再卖也没有用 因为那个东西做不好 所以我现在想通了 一给奖金统统都有 但是百分比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的奖金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公司发薪水的时候 每个月都可能不是固定的数字 我的员工活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他们每天都会猜 这个月拿多少钱 如果一个公司的薪水两年都是一样 你的员工很快就没有激情 因为努力不努力都是一样 其实这也是我从德国 日本 美国那边学来的 好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所讲的障碍应该怎么去克服 这个在我们的讲义是第19页 障碍的克服回到我们后面 对障碍的克服我写了三点 那么这三点里面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第一点 障碍的克服第一点 要利用反馈 我们明明知道今天早上所提到的障碍 一共有十种 为了克服这种障碍 我选了三个事情来提一下 这里面有两句话 如果你要求别人做事情 那么你必须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 是我的第一句 就是回报 这个回报不是指报答 是回头报告的意思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建议 凡是你要求过的事情 不管是你的下属 还是你的平行单位 因为人跟人之间 彼此常常要求事情 哪怕是平行单位 那么我给你个建议 把你今天要求的事情 通通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摆在你的桌上 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你不要讲 你看看谁会自动的跟你报告 你很快就发现 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然后你就把他叫过来说 以后我的眼睛一看到你 你就自动的跟我报告 我要求的事情 你不要忘记 这种口气是对下属讲 如果是平行部门 你就故意反问他 说老韩 昨天下午我拜托你这个事情 有结果了吗 对不起 我忘了 那么老韩 今天中午前 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有答案 应该可以吧 11点半的时候再问他一遍 老韩 现在离12点钟 还有30分钟 那个答案不晓得出来了没有 对不起 我吃了钱一定给你 然后最后你就端到盒饭 走到他的面前 快吃饭 你的同事很快就会知道 凡是你要求过的事情 你一定紧盯到底 当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习惯的时候 你参加会说什么 什么事情 老陈要求的事情 你最好给他做到 因为他会一直不停的盯 盯到你发疯为止 这个叫做让人家养成一个回报的习惯 所以我这个总经理 每天早上一上班 就把我的笔记本打开 昨天下午要求的六件事情 我看看今天早上谁会跟我回报 全公司只有一个人比我大 就是董事长 哪个敢不跟我回报 我一定骂 我非骂到他变成习惯不可 所以我其实已经很少打电话 我也很少打手机 因为每天都是人家跟我回报 不是我来问话 第二个倒过来 如果人家要求你呢 注意我的第二句话 事前问清楚 事后负责任 事前问清楚 事后负责任 如果有人要求我 说小鱼 你帮我去买一本练习布 我就马上问 空白的还是有格子的 他就会说 两种都可以 那意思就是我随便选一种呢 他说好 一百页的还是五十页的 还是你有什么指定的 我希望一百页左右 皮是硬格子 还是带皮面的 还是普通的 这个你决定就可以 只要我把话 该问的通通问完了 我买个笔记本 等回来 他就什么话都没有了 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个什么事情 笔记本一买回去 我希望有格子的 该死的事先不讲 不是他不讲 是你没有问 因为你没有问清楚 所以以后记住 不是每个人讲话 都讲得很清楚的 听话的人要很会问 该死的 没有买个皮面的 你又没有说 怎么搞到只有三十页 你没有跟我讲五十页 你这个话 如果多讲几遍 对方会讲究什么话 你是死人啊 我一个话交代你 你就这么出去了 你连问都不问 所以各位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你不要怪他讲不清楚 应该说 你没有养成一个 喜欢问的习惯 事前问清楚 事后负责任 大家不要在那里 给拖赖 这是有效沟通 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利用反馈 尽量的反馈 我们交代人家 就要求他回报 人家交代我们 就问清楚 第二件事情 简化语言 这个世界上面 大家都很忙 希望你简化语言 这个简化语言当中的第一个 叫做讲话要有重点 我当业务员的时候 我很注意到我的客户 我做个动作给你看 很多客户讲话 讲话的时候 他会有这个动作 比如说我坐在这里 他坐在这里 他会把他的后背 贴在这个椅背上 说 这表示他没有兴趣 按照心理学 这表示他无所谓 但是一旦讲到我的返回 一旦讲到我的折扣 一旦讲到什么什么的时候 他会有另外一个动作 他原来是这样讲的 说 后来讲到反例跟折扣说 他会吞起这个动作 这表示他在注意 根据心理学 这种注意只有十分钟 没想到你讲的不好 他的后背就又靠上去了 这样说 说 这一次就再也不起来了 三十分钟都不起来了 心理学说 一个人的注意力 只有十分钟 一个人的注意力 只有十分钟 我把它称为 要命的十分钟 所以你回去告诉你的手下 到对方那里去沟通 跟别人做简报 还向别人报告产品的时候 不要永远都是那套资料 在家里面要学会一个动作 对方如果给你两个钟头 你报告什么 对方如果给你一个钟头 你报告什么 对方如果给你三分钟 你报告什么 对方如果只给你十分钟 只给你三分钟 只给你一句话 你想想想什么 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 当夜我碰到个情况 哎呀 小鱼啊 对不起 今天我要开会 碰到一般的业务员就回家了 我不是的 我就马上跟他讲另外一句话 我说 许总 您现在距离 你开会还有多久 他说半个钟头 以后我们就要开会了 我说我可不可以讲五分钟 他说 讲 四分五十秒 我就把话讲完了 但是留下一个重点 没有讲 他没有想到料另外一句话出来 下午有空吗 我说许总 我今天一天的时间 全部是你的 他就说 很好 下午来找我 结果下午他跟我说 我要讲多久 我说 三十分钟 他说 好 这样 他说他下午有另外一个事情 没想到我讲了二十八分钟以后 又留下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没有讲 他说 那这事情怎么办呢 我说 时间到了 他拿起电话就跟他的秘书说 王小姐 叫那个车子等我一下 这样 再继续讲 结果那天 那个五百万的订单就拿到了 其实这个订单是从开始 那个五分钟开始的 但是很多业务员报了一堆资料 徐老板 你有三个钟头吗 对方 就昏过去了 三个钟头 如果有人等我说 你卖这个什么车子 我说 劳斯莱斯 他说 自尊讲一句话 我说每一个零件都是手工打造 讲完了 因为世界上这种汽车只有劳斯莱斯 每个零件都是手工打造 所以每一部人民币九百五十万 如果我卖的是加瓜 他也说 只尊讲一句话 我就说 英国女皇伊迪萨白二世 就坐这个车子 就讲完了 什么东西都有它的重点 那么结论 就得回去 不管你是业务还是什么人 做任何报告的时候 都要把自己的资料 做成各种形态 我发现很多人有个毛病 一个钟头的资料 给他半个钟头 他就切一半 这样做是错的 是两个钟头的话 浓缩成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的话 浓缩成三分 三分的话 浓缩成十分钟 所以公司给我们的资料 都是一大堆 一个负责任的业务员 会自己把它不断地浓缩 所以你给我多少时间 我就讲多少 我就是重点 永远都是重点 所以尤其记住 我刚才讲的那句话 致命的十分钟 客人的注意力 那十分钟 你没有把它抓住 什么都听不下去了 这是我在商场上面的经验 第二个 善用比喻 很复杂的问题 要很简单的比喻出来 书本上面说 孟子善辟 孔孟都是你们山东 了不起的伟人 孟子讲话 非常喜欢用辟语的方法 所以善用比喻 就是举例子让人家听 我想各位一定发现 我上课非常喜欢举例 也就是例子非常容易让人家触动 如果你能够用比喻的方法去讲 这事情一听就明白了 爱因斯坦有一次参加一个晚会 有一个老太太跟他说 爱因斯坦先生 你真是不得了啊 得了诺贝尔 爱因斯坦说 哪里哪里 爱因斯坦先生 我听说你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个论文 叫做什么相对论什么东西的 爱因斯坦说 是的 什么叫做相对论呢 问他这个话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爱因斯坦对这样的一个太太 他要怎么回答 他会不会说 你听过一个方程师叫做1等于MC平方吗 哐当 他太太就混过去了 你跟他讲什么方程师 能量等于质量乘上光速的平方 这种相对论的公司 你跟他讲有什么好讲呢 爱因斯坦马上就有比喻的方法 就告诉他了 亲爱的太太 当你晚上在家里面12点钟 你的女儿还没有回家 你在家里面等他 十分钟久不久 Oh it's so long a time 真是太久了 那么亲爱的太太 如果你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听歌剧卡门 十分钟快不快 Oh it's so short 真是太快了 所以太太 你看两个都是十分钟 相对不同 这就叫做相对论 Oh 我明白了 接下来他问了另外一句话 就这样就得诺贝尔啊 他说我也不晓得 他们为什么给我诺贝尔 其实爱因斯坦的举例并没有错 时间跟空间 在物理学上面叫做相对换算 所以时间是用运动算出来的 但是量子移动的速度 在快速进行的时候 它的相对速度会缓慢 所以时间就会拉长 但是这种量子力学 你跟一个老太太有什么好讲 所以他很快的就比喻给她听 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道理 所以人家每次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非常喜欢很简单的比喻 人家一听就明白了 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到上海去 电院去看电影 你知道在青岛也是 很多电院都写了一个杜比音响 我那个朋友在旁边自言自语 什么每个戏院都说杜比音响 什么叫杜比音响 我听他自言自语 我就跟他说话了 我说杜比音响就是声音的洗衣机 音带露出来的时候 上面有很多杂质 如果你不把那个杂质 用一个系统操作把它洗掉 在放大的时候会非常的吵 但是没有杂质的原因 在放大的时候只有震撼效果 不会显得非常的吵杂 这种系统叫做杜比音响 所以简单的讲 杜比音响就是声音的洗衣机 哦 我明白了 他说那个名词他看了十几年 第一次听到人家这么简单的告诉他 那个就是声音的洗衣机 所以跟人家讲话 不但要注意重点 还要用很简单的方法一比喻 他就知道了 这个是沟通的第二个障碍 要克服的时候所知道的事情 第三个 主动倾听 上帝给我们两只耳朵一张嘴 就是希望我们多听别人讲话 听别人讲话的好处在哪里呢 我发现中国人有一个 很喜欢表现的一种欲望 应该说人都有这种欲望 但是中国人特别喜欢有这种习惯 一动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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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你很善变 其实善变的人有一个最大的危险 我跟客户在谈判和讲话的时候 我特别都是沉默在前面 因为我发现人有个弱点 中国人说言多必思 话讲多了就有漏洞 修理客户 修理对手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先听他讲 他总有漏洞让我抓到 等我反问他的时候 他就辞穷了 等到他辞穷后 我再开始反击 我的话 他几乎就可以听得下去 我如果先讲 变成他反击我 抓我的漏洞 我的小辫子给他给抓到 反而我穷于应付他所问的问题 我变成很狼狈 所以一个人要先听人家家讲话 然后再抓他的漏洞 出来反问他 再开始跟他纯箭舌枪 赢的机会通常比较大 就是上帝给我们两只耳朵 一张嘴 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我在读初二的时候 做了一个公益品 一个大楼的模型 但是我家里面没有那个县具 那个拉那个小窗子 跟那个小门 我就把他带到我们后街 去找一个退伍军人 我叫他徐伯伯 其实他是我爸爸的一个部下 退役了以后做个木工 他在那里一面拉的时候 一面在那里发牢骚 一个国民党退休的老兵 他发的牢骚我听不懂 他说国民党如何的对不起他 他的老婆如何的留在大陆 没有带到台湾 他如何的观寡孤独一个人 他死了不晓得谁送账 讲了那么一大堆话 我这个初二的学生 怎么可能听得懂 我一生都不肯的在那里听他讲 后来他拉完了 把那个模型给我的时候 我就问他 多少钱 他说不要钱 我一听到不要钱 就兴奋 但是我没有笑出来 他讲了另外一句话 孩子啊 你将来长大以后 如果有什么成就 注意听他讲话 一定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个性 我其实听不懂这么有学问的话 我只是希望赶快离开你 让他后悔 我就跑了 后来我到台北练大学的时候 他死了 我爸爸写封信告诉我说 徐伯伯死了 我长大以后进入社会 常常回味他这句话 一个人做事情要比较成功 注意听别人讲话 是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一个人要善于倾听 在听人家讲话的时候 准备答案 然后思考他的话 在他的话里面找漏洞 然后再跟他去辩解 而不是一开始就不断的去跟人家强辩 到最后得罪了客户 声音们也没做到 所以人要注意听别人讲话 然后在利用人家讲话的时候 分析思考去找答案 和准备应付他的话的一个讲法 所以人要先听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讲义当中的一个图片 在我们讲义第21 有一个图片 其实这个图片等于是把刚才这个话 做一个总结 沟通是两个循环圈 先看左边那个循环圈 这等于是把刚才的话做总结了 我们听人家讲话 然后才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中间是个循环的问题 一个人不会听话 通常都不会讲话 一个人只会讲话 不会听话 叫做强辩 一个人会听话 再会讲话 叫做善于思考 所以为什么这个圈圈 倾听在上面 观点在底下呢 就人要先会听别人讲话 然后再去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叫做我在他讲话的过程当中 思考我的逻辑跟我的回答 所以应该是先听 后答达 再看右边的一个圈圈 一个人要澄清你自己的问题 要不断地跟对方确认 一个人要澄清你自己的问题 要不断地跟对方确认 这是另外一种沟通上面的循环 所以你一旦有机会跟对方沟通的时候 要不断地提出问题 去澄清你的想法 因为问久了 就越问越狭窄 那个问题的答案就浮现出来了 很多人都不喜欢问问题 都很喜欢在里面门不吭声 这样子也不对 所以倾听在前面 问题在后面 一个人在该问的时候要一直问 该听的时候要不断地听 所以其实这两个图是打开看的 一个人在该听话的时候要不断地听 但是该问问题的时候要不断地问 所以其实是两个圈 不断地问才能把问题搞清楚 不断地听才知道问题的真结在哪里 不断地听才知道问题的真结在哪里 所以一个人在听话和问话的时候 很快就把问题找到答案 人家说谈判很困难 不是很困难 是该听的时候没听 该问的时候没问 现在我们来看看听话这个事情 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在里面的讲义是在我们第20页 有效倾听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对有效倾听你有什么建议 我们所谓听人家讲话 不是说就那样子像傻瓜 一样的张个嘴巴一直听 是我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是提问题 根据我们的研究 人家在讲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常常提问题 会让他觉得非常有兴趣 他会觉得你在注意听他讲话 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 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 对方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弄得我都不知道他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 所以当你在不断的反问的时候 对方的兴趣就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讲话的时候 你要故意问一两句 他会非常有兴趣一直往下讲 而且会讲出你想知道的内容 对倾听还有第二个建议 就是你不要说话 当对方一开始讲话的时候 你的话就少一点 因为你一说话 双方就中断 所以我们不讲话 让对方讲 一方面是尊重 一方面是留下空间去思考 这样子对方就会很愿意讲话 第三个是不要批评 中国人在批评人家的时候 会不给人家面子 所以批评有一个毛病 你没有把话全部听完 不要批评 因为你可能武断 你可能主观 还有批评就是看不起对方 认为对方不懂 人家就马上把话咽下去 尤其是做主管 做到这里有这么多主管 主管批评的时候 部下会更恐惧 所以主管对部下不但不应该批评 他突然间把话咽住 讲啊 唐长长 我觉得这话是不是太简 没关系 讲讲讲 唐长长 我怎么会记忆呢 人家古兽皇帝文过哲习 听到有人讲他的错 他就会高兴 你没看到我一直笑吗 讲讲讲讲讲 他就会一直讲 至于以后要不要求和算账再说 你先让他讲 你不要批评 你一批评 他会马上跟这样讲 你们以后碰到那个周长长 你最好不要讲话 我才刚讲两句 他就把我骂了一顿 我后面还有十八句还没讲呢 所以各位 你一批评 后面的话全部断掉 第四个 不要打断 不要打断跟停止说话不太一样 停止说话是 你不要发表意见 让他发表 不要打断是 不要在他的话的中间插话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礼貌 我跟我太太有一次在讲话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我那个老大那时候还很小 他冲过来说 爸 我说 阿乖啊 我在跟你妈妈讲话 你不要打断 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 以后看到爸爸跟妈妈在讲话 你有事情就站在旁边 我会问你 好吧 不要打断 后来我那个老大就学会了 我跟他妈妈在讲话的时候 他一过来就站在旁边 我就说 有事吗 爸 我可以跟你讲话吗 我说我跟你妈很快就讲完了 三分钟以后 我问你 所以我跟他母亲很快把话讲完说 说吧 什么事情 我老大养成了这个习惯 以后到社会当中 到法国英国去读书和求学 人家都说他很懂事 其实他原来也是不懂事的 他那个习惯是我养成的 所以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 不要打断对方 自己两个讲话的人不要打断 旁边过来的人也不要打断 所以下次你看到别人在沟通的时候 你过去的时候 你就站在旁边 你不要说 这其实很不礼貌 应该是尽量让对方把话讲完 这是第四个 我给你的提醒 第五个是集中精神 你的手下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尽量不要在你部下的面前打手机 尽量不要在你手下的面前看公文 尽量不要在你的手下的面前撩电脑 这都是一个没有集中精神的表现 我发现很多人在手下跟他报告的时候 他居然还会当里面看公文 还会看电脑 还会打手机 讲到这个地方 讲到手机 我提醒各位一个重要的习惯 我有个好习惯 在我客户的面前 我的手机永远不响 我面对我客户的时候 我都是把手机关起来的 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 以为每个人都有手机 我告诉你 人就是这么习惯 我打可以 你打我就不高兴 是你跟你的客户在讲话的时候 你尽量不要把手机打开 手机现在的功能都非常的好 他那个语音信箱跟那个短消息系列一定会有的 你怕什么呢 所以你就把手机关掉 那二三十分钟有什么不得了呢 你出来再打 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业务员 他要把那个润滑油卖给我们公司 用在我们公司的车床 那个家伙在我的面前打四次手机 第四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好像很忙 他说 他跟我说 我说你出去把手机打完了 再进来跟我讲话 我希望你再跟我讲话的时候 不要开手机 他说对不起于众 我说年轻人 你这个坏习惯要把它改过来 我今天是心情很好 我心情不好 你就出去 我再也不要见你 你在我的面前卖个润滑油 你这么了不起啊 我是总经理 我用你们的润滑油 一个月给你们一两百万的声音 你在我的面前一天到晚打手机 我才跟你讲三分钟的话 你这么不得了啊 年轻人 我给你个忠告 你这辈子要让客户喜欢你 你最好在客户的面前 永远不要想起你的手机 是 于总 其实我对年轻人喜欢教育 我觉得他们年轻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不会 我要马上教育他们 其实真的年纪大了 我反而懒得教育 懒得懒得教育 反正差不多要走了 也不用教育了 集中精神 跟你的手下沟通的时候 放下一切 你的手下一定会认为 你是个很好的主管 再用心听他讲话 所以人跟人沟通 要集中精神 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做 尤其是打手机 再过来 站在对方立场 我太太是心理辅导老师 她其实原来不是学心理辅导的 是她退休了 然后参加生命线 去辅导 我才知道她讲了一句话 我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她说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站在对方立场 其实并不是站在对方立场 如果有一个人 他要自杀的时候 他打电话来 我太太说 你不要自杀 这个世界上不是很好吗 人活得应该很愉快 这句话叫做废话 一个如果要跳楼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你说 你不要跳啊 人生很没 大家每日都过得很好 你为什么要跳楼呢 我太太说 这个也叫做屁话 心理学和生命线 曾经一再告诉辅导老师 这种安慰人的话 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日子过得很好 叫我心情愉快 你一家圆满 叫我不要跳楼 结果话一讲完 他就跳下去了 对 如果你跟他说 你现在在几楼啊 他说三楼 这样跳下去 通常不会死 十楼才会死 他说妈老师又不跳 答案没事 没事 所以各位 有的时候 你以为你是站在对方立场 那叫做风凉化 叫做风凉化 你的员工要下岗了 他跟你说 那个江经理 公司叫我下岗 你跟他说 全中国下岗的 又不是你一个 不要难过 他回去拿菜刀砍了你 你要站在他的立场上 人家回去没饭吃 你跟他说 中国下岗的 不是只有他一个 你这是站在对方立场 讲话吗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要记住一个什么事情呢 叫他站在对方立场 那就是 你要替他去解决他的问题 从他的角度去思考 你应该要倒过来跟他说 下岗这个事情 在公司是一个政策 我们来想想看 下岗如果是世代迪行 还有什么 可以让我们大家都很舒服的方法 我们坐下来一起研究研究 你看我能帮什么忙 这种话比较实际 不要难过了 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才照 你这种话都叫做风凉话 在心理学上面说 这种话是风凉话呀 你看你自己大概平常不觉得 所以以后记住了 安慰人的时候 不要讲风凉话 要讲切乎实际的话 从他的立场上来思考 他今天晚上一回去 下个礼拜一下岗 接下来就是吃饭的问题 你至少你是他的激励 也跟他说 我先把我第一个的薪水 拨四分之一给你 他也会抱着你哭啊 对不对 这种事情没有人讲 说别难过了 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让对方轻松 我的办公室 有个很漂亮的大桌子 后面也有个大的椅子 但是我的旁边有两个小沙发 中间一个茶几 任何人跟我讲话 包含我们董事党 我从来就没有坐在 我的大椅子上面 跟他们讲话 只要他们一进到我的房间 坐坐坐坐 我就跟他两个坐下 开始讲话 心理学上面 是把这种动作 叫做让对方轻松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跟别人讲话 这叫做有压力 难怪心理医生 碰到病人讲话的时候 从来都不是面对面 心理医生 碰到有心理病的人 精神病的人 跟他面对面 他们沉默 什么都没有 你应该看过电影 也听过故事 心理医生 跟病人讲话的时候 是两个一起躺下 眼睛一起看天花板 根据精神学的研究 精神病的人 他有一造语症的人 他的眼睛 如果看到不是人的东西 是天花板 他就会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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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 但是医生 不是坐在旁边 也是跟他躺在一起 老师我跟你一样 都是精神病 他就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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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 心理学早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所以尽量不要坐在你的位置上面 跟部下讲话 我的位置其实也很大 我想耍微风也是可以耍的 我的手下如果过来说 余总 有些事情我想给你汇报一下 我坐在我那个笼椅上面 说 有事吗 说 他一定会说 没事 没事 这个样子谁讲得出来吗 所以让对方轻松很重要 这地方我附带的讲这件事情 很多人开会都喜欢在固定的公司的 会议室开会 这中间有两点值得我们大家注意 第一点 根据人的反应和精神 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种模式 和同一群人开会 通常会没有创意 所以贵公司一开会就进去 那个一点意识都没有的会议室 其实开久了一点创意都没有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在会议室开会 你可以在公司的那个大厅开会 可以站在那个门口的玄关开会 可以带到隔壁的星巴克喝咖啡 坐那里开会 都叫做开会 都叫做开会 我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思验 因为我是总经理们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有一次我把我的手下带到海边去开会 而且规定全部都穿泳装 所以男的女的通通穿泳装 我们租了个大桌子 在那个浪潮澎湃的地方 大家把手按的那个桌子 在那里面会 他们开完会的时候 回来跟我说 余总下次还要不要再来呀 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对开会那么有兴趣 其实是那个警官让他放松 那一天谈的事情 其实是非常枯燥的事情 而且是有压力的事情 我就因为知道那个事情要谈得很痛苦 就故意带他们到海边去开会 我经过这个实验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讲话和谈判跟沟通的时候 只要对方一放松 事情很容易沟通 对方一紧张 事情不好沟通 所以尽量不要坐在你的位置上面 跟别人讲话 一方面有压力 三方面没有创意 最后一点 控制你的情绪 这句话反而不要多说了 因为上午我讲过控制情绪的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 上午重复的话不讲 我只提醒你一个小事情 所谓控制情绪 就是不要用情绪化的字眼 不要拉高你的声调 不要放大你的分贝 会讲话的人是不怒而微 我觉得最伟大的 最厉害的是不怒而微 做主管是要微 不是怒 怒会让人害怕 微会让人折服 所以我们要不怒而微 话要微眼 有分量 不是大声 不是嚷嚷 所以大声嚷嚷 咆哮 这只是说明了 你这个人情绪不好 我底下管一万八千人 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于总咆哮 也从来没有说于总这个人 一天到晚嚷嚷 也从来没有人说 我这个人讲话提高音量 但是很少有人敢跟我开玩笑 因为我讲话比较注意 微 也就是我不发怒 但是我可以追究一个事情 但是我不会咆哮 你们说嘛 你们说嘛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 你们说嘛 这个样子就不像个总经理 就像是一个班长一样 做到一个总经理 做到一个总统 做到一个皇帝 做到一个书记 怎么可能是用这种方法去表示问题呢 对不对 因为做到那么高的领导者 他们会非常控制情绪的 再火 他都不会发怒的 因为身为这么高的主管 他就知道自己的讲话 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们的讲义当中 有个事情提醒我们注意一下 在你们的第二十二页 小动作 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要避免一些小动作 所谓小动作 就是这个动作不雅 而且会产生一些联想 这时候我们要稍微避免一下 第一个 讲话不要在角落 有一次 我到我们的家局部去 那个店长跟我说 余总 能不能够借一步说话 好文雅啊 借一步说话 那个意思就是到角落里去讲 到外面树底下去讲 到那个墙角去讲 我马上就暗示他了 我说邱店长 我们都是主管 到角落讲话 到树底下去讲话 人家就会认为我们在谈秘密 to talk about secrets 我说邱店长 你也是管这个门店呢 我希望你注意件事情 讲话就光光正正 大大方方地讲 不要到角落去讲 不要在洗手间讲 不要在墙角旁边讲 不要在树底下讲 真的不能够给别人听到 晚上到我家去 或者是下班的时候 我请你去喝咖啡 我们到那里去讲 我说站在门店 不要给任何一种感觉 我们两个在角落讲话 所以讲话不要在角落 那个会给人家感到 你有秘密 第二个 讲话不要一动就关门 我那个总经理的办公室的 那个门从来不关 我的手下不了解我的时候 刚开始进我的房间 还替我把门带上 他都忘了我是不关门 说打开打开打开 不要关门 跟我讲话不要关门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关门 一关门又犯了个毛病 去talk about secrets 再谈秘密 所以总经理讲话 尽量不要关门 所以最近很多人设计办公室 都发现新的办公室的设计 就是总经理 副总经理厂长 副厂长 经理 副理 乡理 习理 那个办公室的那个隔间 那个不透明的部分 大概都只有我这个桌子这么高 上面这个部分全部是透明的 这个话的意思 不是说防止他睡觉 是大家不要有隔阂 后来有人这样子有压力 现在又改了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腰以下是不透明的 然后脖子以上也是不透明的 中间有一条是亮的 总之就是不要做成封闭 但是很多总经理讲话的时候 不但喜欢关门 关门还做了一个下眼的动作 再关门他会出去看一下 好像小偷一样的 这个动作非常不好 所以做主管不要有这种小动作 不要一动就跑到角落去讲 一动就把门关起来讲 还有就是压低你的声音 一压低的声音 人家就感觉到有避免 有的人讲话 讲到重点的时候 突然这位很小 其实这事情 大家都 不过你要想到 不要给产生事 所以其实我们 人家说 你不想再搞什么东西 我希望你的音调保持正常 不要抛销 也不要压低声音 有的还故意用手段遮一下 都是暗示别人 We are talking about secrets 我们正在谈秘密 我们中间是有关系的 我们有派系 你何必要在公司弄成这样 第四个 不要狼固 狼固是面向学当中的一个专用名词 看过东北的狼呢 狼在跑的时候会回头 因为狼是一个天生非常狐异的动物 狼对其他的动物非常有防备 所以狼有个习惯 在跑的时候经常回头 这个动作在面向学上面称为狼固 没有想到很多人在谈话的时候 有这种个性在 人家拿个报告给他看 人家会说 那个何厂长 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何厂长说 这个事情啊 不过我跟你讲 这是 好像后面有人要杀他一样 懂面向学的主管 对这种手下会非常防备 在古时候如果在皇帝旁边有这样子的人 就拖出去砍了 他们说有狼固的人容易谋反 有狼固的人容易叛变 结果你说是因为你的脖子很酸 那么我给你个建议 先去 哎哎哎哎 通了以后再开始讲话 对 这个叫做狼固 在面向学上来讲是一种不好的面向 就是讲话的时候长重回头 好像后面有人在听一样 这都是一个坏习惯 最后一点 不要感觉到你很亲密 如果我给你一个小小的试验 你回去问一问 做一个主管 最好不要让人家感到你跟谁比较好 不相信 你回去问我看 假设我们底下有一个总经理姓汪 我们就去替他问一下 哎各位 你们认为王总跟谁比较好啊 这一条话如果有答案 就是错的 做一个总经理 绝对不能够说他跟谁比较好 不相信你到我们公司 就问我们公司的人 余总跟谁比较好 余总 好像跟谁都不错 这是我辛苦十年的结果 一个总经理 一个副总经理 和一个部门的经理 要把自己像原心一样的摆在一个原心里面 然后其他的人通通在圆周上面 数学上面叫做半径是一个常数 叫做维持等距离 所以一个部门主管 和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 要跟所有其他的人通通维持等距离 所以一个主管不要常常固定跟哪些人讲话 一个主管不要常常固定请谁吃饭 一个主管不要常常跟哪些固定的人出去喝咖啡 看电影和应酬 通通都叫做亲密关系 主管讲话不要搂肩 不要勾背 主管讲话不要攥家的手 主管讲话不要去牵 这个通通给你一种感觉 巴里巴里 他们两个是一伙的 这个就是很容易给你感到一种亲密关系 你这种亲密关系有个最大的后遇症 就是以后提拔谁起来的时候 人家会说 我说一定是他生起来的 早就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讲话走路都勾在一起 这不是很难听吗 所以以后要生谁起来 要处罚谁的时候 人家不会说你这个人有亲疏之分 因为大家跟你都是一样的好的时候 你处罚谁 人家都不会说你公报世仇 你提拔谁 人家都不会说你动用自己人 所以平常要养成个习惯 在听人家讲话和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不要总是给人家这种感觉 你有亲密关系 你常常对别人怀疑你会狼顾 而且讲话一动就低声 一动就关门 一动就到墙角 一动就到树底下 你在谈秘密 这都是倾听和沟通当中很大的忌讳 我就把它通通叫做小动作 这些小动作平常都要避免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重点 沟通的方向 讲义二十三页 我们沟通不外乎是三种方向 一个是望上 一个是望下 一个是水平 我在中间用人体的三个器官 来说明这个道理 然后我在每个地方解释一下 这个解释里面的讲义没有 往上沟通没有胆 碰得到没那个胆子 那个胆就是胆识 往下沟通没有心 那个心叫做心情 没那个心情 水平沟通没有肺 那个肺叫做肺腑 中国人说肺腑之言 就是大家肝胆相遭 结果往上没胆 往下没心 水平没肺 就是没胆识 没心情 没有肺腑 那么什么叫做往上 我底下画了一个简单的图 GM代表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底下有三个部门经理 SM是Sales Manager 销售部经理 PM是Production Manager 生产部经理 FM是Financial Manager 财部经理 然后销售部的经理 底下有家以两个人 生产部的经理 底下有饼丁两个人 所以家以饼丁在底下 那么所谓网上沟通 某甲对他的经理 没有胆 这叫做往上沟通 某甲对销售部的经理 没那个胆子 这叫做往上沟通 往下沟通 总经理对生产部经理 也没那个心 总经理对生产部经理 没有那个心 那什么叫做水平沟通 生产部的经理 对财务部的经理 没有那个肺 生产部的经理 对财务经理 没有那个肺 所以某甲对销售部经理 没胆 总经理对生产部经理 没心 生产部经理对财务部经理 没肺 这是我们三个毛病 但是我主要的 不是来讲这个毛病 批评有什么用呢 我对每个地方提出三点建议 不过你们的讲义没有 算是我补充的 我们来补充补充 对这里面的每一个 我都有三句话要补充 首先看个图片吧 开诚布公地与员工对话 这里有个图片 那个白人的手 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那个黑的手 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这叫做 Sincerely and openly 开诚布公 大家在一起沟通 就要诚心诚意 大家很公开 公平公正的沟通 这个图片 就是暗示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来从网上讲讲看 网上沟通讲完以后 我就开始讲网下沟通 然后再讲水平沟通 我们先讲第一个 网上沟通 我给各位提三个建议 很少人愿意去跟领导沟通 实在是怕打官腔 但是永远不沟通 也不是办法 所以说在底下的 我想大概都有领导在你的上面 很少有人说 我高高在上面 我谁都不甩 我想就是海尔德·张瑞敏 也不会讲这句话 所以应该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上级 都有一个领导 都有一个管道你的人在上面 你总是要跟他沟通 所以网上沟通 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尽量不要让上司 尽量不要给上司出问答题 尽量给他出选择题 你千万不要跟你的领导说 领导 你看我们是不是开个会 他会撂这么一句 魔并奇妙的话 再说好了 完蛋 一再说 就永远没有结果 所以对上司讲话 不要出问答题 要出选择题 要跟你的上司这样讲话 领导 你看明天下午开个会怎么样 明天下午我没空 我有客户 那么后天上午呢 后天上午我要打个电话 那么后天上午十点半以后呢 好吧 十点半以后 谢谢你领导 我明天下午下班前会再提醒你一下 后天上午十点半 我们开个会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时间和地点 要自己给领导出选择题 不要给他出问答题 出问答题 领导都常常是三心而已的 心源一马 心不在焉 你不能怪他 他太忙了 所以你永远见不到他 所以时间是自己安排 而且出选择题 不要出问答题 他如果会跟你说后天也没空 你就问他 那这个礼拜哪一天有空 这礼拜都没空 那下礼拜一你看怎么样 我就不相信你这样子 我一直问下去 他会说你问的黄昏我也说没空 有这么无聊的领导吗 对吧 第二个任何地点 跟领导沟通 不是一定要在他的房间 记住 更不是非要到会议室去 我还反而相反的 我认为跟领导沟通 在他的房间和会议室 效果最差 因为很严肃 因为很严肃 那么我来讲讲我的经验 我的领导也是很忙的 我的董事长 我曾经在下班的时候 站在他的车子旁边 因为他总要回家 我两个手扒到他的车门 他一定会看到我的 在那时候我就跟他沟通 你以为跟领导沟通 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只希望他讲一句 yes no 其实我只等他这一句话而已 所以这个沟通 就只等他讲一句话 需要到房间去搞个半天 一屁股坐到会议室 要不要讲半个钟头 下班的时候 站在他的车旁边 他就说 好吧 就这么办 砰 车门一关 他就走了 跟领导沟通 任何地点都可以沟通 有一次 我们董事长要去打球 中午 他拎着球杆 我就说他要去打球了 我就跟他说 董事长打球啊 他说哎 我跟你一起去 你也打球啊 不见习见习 你以为我真的想见习啊 我跳上车以后 就把我的笔记本打开了 我说反正坐车子 闲的也是闲的 我说董事长 上次您说那个 这样新的案子 您说原则上同意 但是百分比 你一直没有确定 你看百分之五怎么样 他说多了一点 那百分之四点五呢 好吧 加薪百分之四点五 董事长 你说我们那个车床 应该要换个新的 那么日本的 德国的 美国的 根据我的调查 德国的最贵 但是技能最好 那么美国的最差 但是价钱最便宜 你看我们是不是 干脆买个不上不下的 日本的 还是买一个德国的 就德国的好了 好 德国的 还有董事长 我还有个问题 那么我们打算派五个人 出国考察 您看这个人 是我来决定呢 还是我决定报给你 你来决定 还是你告诉我名单 好吧 你决定 那董事长 要不我再告诉你呢 跟我讲一下好了 好 董事长 我明天早上把名单给你 我一共跟他沟通了 七件事情 车子就到了高尔夫 就在门口了 董事长 祝你打球愉快 你不是要见习吗 董事长 今天突然有别的事情 改天见习 祝你打球愉快 他这辈子都没有看到我见习 我真的想去见习 我自己不晓得去 跟他去 问题是 我要跟他沟通 坐在车子里面 也叫做沟通 任何地点都可以 只要能够有机会 跟领导讲话 就叫做沟通 问题是 时间地点 要统统自己设计 不是等他下命令 你等他下命令 永远都没有结果 第二个 跟董事长沟通 一定要准备答案 一定要把答案准备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答案准备给他 让他来想 只有两个后果 第一个 他心里在想说 我要你这个农包干嘛 什么答案都是我来想 第二个 他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答案 因为他的智商跟你我看也差不多 所以他怎么会有比你更精彩的答案呢 因此与其让他想个半天 他也想不出来 还不如干脆你给他答案 所以跟董事长报告 跟总经理报告 跟厂长报告 千万不要有这个习惯 呛呛呛一窍门 里边说 进来 总经理 这个事情 您看你的财势还有什么意见吗 他会说 你从来没有想法吗 就丢脸了 不过我给你个更重要的一句话 答案一定要在一个以上 因为只给老板一个答案 就是将军 你非同意不可 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给老板答案要两个以上 最好是三个四个 做你的领导 永远有一个特权 就是在你的答案里面 他勾一个 这就是当领导最重要的地方 有一天你熬到他那个地步 也轮到你勾 所以我们当总经理的 不需要把答案一送上来 我们只要勾就可以 所以每天什么事都不干 就是勾勾勾勾勾 勾完就下班了 但是各位 以前我也是一直到给人家 准备答案的 今天轮到我勾了 结果那个饭桶 他没有东西给我勾 所以给老板 要两三个答案 尤其是要注意 你自己在上面注明一下 我个人倾向于第二方案 否则你当一个专业主管 当一个职业经理人 你难道没有意见 没有想法 所以给他四个答案 说我个人倾向于第二个答案 因为什么 那就是我的第三句话 跟老板提对策 一定要有优劣对比 和可能的后果 一定要有优劣对比 跟所有可能的后果 免得将来出事的时候 大家在那里推脱赖 所以给老板提了三个方案 每个方案的优点 缺点和可能的后果 统统给他分析出来 这个叫做负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